无解用过燃料榜 合一厂露天干式中期主存厂VS中期气质厂 宜兰人文基金会制作 台电合一厂干式主存厂位于首都圈内 预计102年8月开始露天主存 干式主存槽因体积庞大无法外运 一旦发生辐射外泄事故 无法露天减整 也无再取出技术返运冷却池 且台湾地处断层带及颈铃陡峭山坡地 加上地方民意反弹选址困难 目前尚未寻获理想最终处置厂址 干式主存孔江城最终气质厂 在管制方面 我们会表示台电公司 最近到2017年 已经出了一份详细的地质拱民进行的刷状 台湾的地质条件 其实相对的复杂 可是是那么大 目前台电预计在2017年提出 我国用过核子燃料最终处置技术可行性评估报告 2044年取得核废料最终处置厂的建筑许可 并开始建造 并于2055年取得运转执照 完成最终处置厂之建造与运转试验 原能会放射性物料管理局 邱刺聪局长 于2013NNTF飞和台湾论坛发表内容部分截录 这个以下的干净准的这个计划来讲的 很想让老末使用 明明的使用 大概就会浮浪了 那台电工具现在积极在进行当中 就是这个合一干净的计划 就无所谓的使用复权 Contact Tax 那这个计划现在进行的还算准利 已经完成了功能按针的测试 那台电工具呢 一定在轻人的8月进行热测试 造出热测试的粮子的这个组成复箱 还有双手用过的网约开始的进行热测试 那测试如果是准利的话呢 台电工具一定在明年一月来生存运组成效 那整个社区从社区制造组方现场的施工 我们工作均物料管理屏也是确保一纸的态度 在此准选坊跟前准的工作 然后让各个人要最终主席 是最普通的挑战度最高的一个秘密 不过呢 人数多包括IoEU 现在都是以同社区制造组组的这样的概念来进行 那国外部就是呢 在自己的国家里面找到一个鲁肤的名言 然后我们地下三百公尺到一千公尺的深度 来建造这个最公尺的设计 那概念方面当然是采用了这个 收藏试的系统的概念 然后那些部分都做报道 那国内的这个一种多个人要最公尺的这些地方 就是台湾公司因把手提报到一个人员的设计划 目前为止当中的 那是从二零零五人到二零零五人 分成一个阶段来执行 那目前呢 我们是在这个第一阶段 选择十分远会性教堂的阶段 那再过我相信了很多呢 这种不认同这个设计划二零到二零零五人 那待会呢 我会做一个 提供一些出带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 好 这部台湾公司呢 它提醒这么多点来 那提到了这个 呃 呃 初步的一个结果是怎样呢 那 呃 最新的一个报告 就是2009年的初步基督口理性成功报告 啊 台湾呢 整个了台湾第七啊 这个八竿远远远远中生端的鸡竿远 这可以作为前代的实际远远 那目前加盛公司音线卡丽也有八竿远远的最下 那除了鲁岛、金管、麻糬、烏切有八竿远远远远 外 台湾,一般工具会发光远远远 那这些东西呢 我还带信息夺的 吼 可以作为一个 所以管制上面呢 NNN交給雷電公司 居住在20170 已經出了一段詳細的 記憶口名證明的報告 很準確 相信有沒有交 那麼20170的報告 其實就很同的日本的XPL報告 當過長大是關國計劃的出展 大家放心 剛才的也只是一個問題 這個意思是給大家了解一下 國際社會 美國社會的環境不太一樣 台灣的地址台縣以及三隊的部長 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我們所促進的 台縣公司 各國的2055人 中國大陸2050人 美國的2048人 每個國家促進的系統也不像相反 但好像我們有一個 在把他促進報告給人生 那也是一個很好的作法 所以國際間 三分的合作發電國家 在推動之中 主義計劃的進展方案 那麼 比較有進展 速度比較快的 一個是說分難 一個是瑞典 那分難呢 分別的進展方案 一邊2.205人完成 瑞典也是進展方案 2.205人完成 法國呢 他已經整進了長期 他的目標也就變2.205人 所以這各國 等於是全世界各國 他各國在裡面 在各方面的進展是最快速的 日本是2.33人 他沒有整面長期 美國2.48人 那台灣最近2.55人 韓國人當務省的 還沒有做進入的進展 那最後呢 也是過了一點感想 不管會要的處事 明明多大的困難 明明有困難 不能說 因為無解啊 我們檢查放棄 沒有這個權利 沒有六官的理由 更沒有非官的權利 相關的單位 相關的人員 包括我個人在哪裡 我們還是要盡心 盡力 更加好力 來面對問題 來解決問題 以上報告 謝謝大家 謝謝 台電用過核燃料棒 及冷卻池 主存蓋礦表 三座核電廠除役後 所累積的用過核燃料棒 將超過兩萬數 目前只能與名為零 存放於核電廠中 在最終處置廠 尚無著落的情況下 為了台灣的生存與安全 這些高低階核廢料 將來何去何從 核一廠乾式主存 置放山邊 危機重重 核一廠乾式主存的地點 前有前華溪 後有山 連台電公司員工都坦承 這個位置的確是位在斷層帶上 將來發生地震颱風 都可能會帶來山崩洪水 阻隔進出氣口 後果不堪設想 核工專家賀立維 也對於這個乾式主存計劃 提出質疑 認為通風不良的設計 將導致溫度上升 燃料棒的高金屬護套 一旦與水蒸氣反映 就會產生氢氣 屆時會有氢爆的危險 由於最終處置場所 至今仍無法確定 難保中級主存 不會變成最終氣質場所 No-Nuke TV 非核即時影音 因為擔心台電正在進行的第一座 用過核子燃料乾式主存廠 未來恐怕就是核廢料的最終處置場 102年6月10日 環評委員一行人 來到了核一廠乾式主存的現場勘查 聽取台電公司的說明 在前方所看到的 這個乾式主存廠 這個水泥地 水泥地的面積有900公分 900公分 900公分 然後整個的基地面積 大概有一些300 360公分左右 然後整個乾主廠的水泥的一個 它是一個粉泥土 粉泥土做的 厚度大概90公分 然後下面所有的泥土我們全部更換 然後各位看到的邊坡 我們剛剛有長官所看到的 正前方這邊的輪胎 有沒有看到 那個輪胎離我們這個地方是有一段距離 它主要作用是在防止那個石頭 那個石頭一個滾石 我們在防止那個滾石下來 然後在現在各位看到的正前方123456 目前有六組 有六組的這個複箱 它是一個所謂的外加屏蔽 它目前已經做好六個 然後我們暫時擺在這裡 目前是沒有裝載燃料 然後它每個外加屏蔽 它是有五成 總共有五成 這個AOS 外加屏蔽的五成加起來的總重 大概有80公噸 立法委員田球錦以不可思議 來形容他眼前所看見的景象 田球錦相當驚訝 眼前這幾座還沒有裝填 用過盒子燃料的混凝土護箱 竟然就在離陡峭的山坡 不到10公尺的地方 整片山坡地虎視 單單的在甘氏主存的後方 而前方又是一條前滑溪 後有山前有溪 位在三角斷層的合一場 將來發生地震可能帶來的山崩洪水 阻隔了進氣口和出氣口 後果不堪設想 我很早就聽到台大地質系前系主任 陳鴻宇老師跟我講說 他不懂為什麼台電一直在那邊講海嘯的問題 他說他們把核電廠蓋在那個溪谷中間 地震來的時候 那個兩邊的那個土全部都倒下來 全部都淹下來 土石流合到 把這些東西都埋住的時候 那個危險才是更大 我今天來看的嚇一大跳 如果你們把那個民宅蓋這樣子 沒有人敢買啊 他就在這個三角下 這看起來岌岌可危啊 那三角斷層離合一場才七公里 現在都已經預估是大概114公里長 比車龍浦斷層106公里還長 一旦地震起來 上面的石頭 這個整個土石 對下來 那這個把它淹 這個蓋住了 這通氣孔沒有辦法通氣 裡面就悶燒 那如果大石頭把這個打破了 那大概就是像重島 那個福島核災 那個冷卻池 那個水流完了 然後那個燃料棒就在裡面 就完全悶燒嘛 然後又跟空氣接觸 如果那個石頭把 那個裡面的不鏽鋼筒打破了 所以我覺得非常危險啊 那我是覺得說 無論如何要重新找地方 當時我都很懷疑 當時的環評文是怎麼通過的 他們看不出來這裡的危險嗎 那剛剛環保署的人說 他們已經把這個地點縮小了 什麼把桶子的數目也減小 這不是地點縮小不縮 而是地點完全錯誤 你那麼大一個廠區 絕對找得到比這個安全的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8月燃料 無論如何不可以放進去 放進去的話 沒有人敢靠近 而且你要再把它移動 非常非常的困難啊 他們說他們有這個技術啊 但是出了事情誰負責 我今天就一直問嘛 所以陳柏欣老師也在講啊 把他們的這個退休金提存出來嘛 用他們退休金做賭注 不敢不敢沒有一個人敢講啊 對不對 說得這麼好看 說得這麼沒問題 沒問題放在哪裡都安全的時候 為什麼要放在這裡 還離他們的那個辦公室這麼遠 放在那個三角邊邊 為什麼不放在他們辦公室附近 這麼安全放哪裡不都一樣嗎 放總統府前面 這個以遭公信嘛 苦民所苦嘛 總統最喜歡講的啊 為什麼不放在總統府前面 放一桶就好啦 台電公司和後端人員坦承 這個位置的確是位在斷層帶上 不過已經經過原能會 通過設置乾式主存場 將來用過盒子燃料 將從反應爐取出 以鋼筒封存 再經過混凝土互相 要從數百公尺遠的地方 運輸近兩百頓重的乾式主存桶 到存放地點來 合工專家賀立維 對於台灣沒有能力 沒有實際驗證的乾式主存行動 質疑鋼筒內的輻射線 一旦與水氣結合就會產生氫氣 屆時就有可能發生氫暴的危險 這個地方離山離水 都這麼近危機四伏 我覺得它這個之間 它有將近兩百公噸接近 那目前為止世界上的運輸的 不管是車輛平板車 本身也只不過幾十公噸 二三十公噸 還有道路 道路是不是能夠仇盛這麼重 所以我認為台電大概就計劃在這個地方 就變成永久存存的 不可能移開這個環境 因為外面道路 什麼配合上都有問題 第二個它這個距離大概1.5公尺一個 然後假設發生颱風發生什麼任何災難 幾乎是沒辦法救的 因為任何救護車或者是消防車根本開不進來 只能開到大門口 這都是我們應該很顧慮的 還有它出氣口跟入氣口 我剛剛量了一下大概不到1公尺 非常小的一個進氣口跟非常窄的出氣孔 再稍微一堵塞的話 那是很麻煩的事 環評委員從合一廠乾式主存廠離開 經過了廠內的兩個機組 發現這裡離乾式主存有數百公尺 台電將來要從這裡運出封存的用過盒子燃料棒 再到前方的互相作業區進行維護工程 目前合一廠內已經在進行放置用過盒子燃料的混凝土互相工作 這個土法煉綱的方式讓環評委員難以置信 用過盒子燃料中期主存 今年8月就要放在這個位置來處置 由於最終處置場到現在下落不明 難保中期主存就是最後的處置 環評委員普遍不願意對這樣的主存計畫加以背書 乾式主存臺灣自己做核安荡然無存 台電準備在今年8月取出核一廠用過核燃料棒 開始進行乾式主存作業 立委田秋景、核工專家賀立維 以及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陳錫南一致認為 這是一個荒唐至極的行動 賀博士認為 臺電委託核岩所設計在發包給下游廠商製作的鋼筒及護箱 是拿國人的身家性命當試驗品 新北市核安監督委員陳錫南則質疑 臺灣自己設計的乾式主存設施 沒有經過任何的測試及驗證數據 就要進行高階核廢料的實際操作 要求停止這種荒腔走板的乾式主存作業 就在大部分國人都被蒙在鼓裡的情況下 臺電核一廠乾式主存計劃 準備在今年8月抽出核一廠用過核燃料 立委田秋景以及核工專家賀立維 和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陳錫南 敢在第17次環評會議召開期間 到場表達不滿 專家一致感慨認為 這是一個荒唐至極的行動 臺電一再拖延提供資料的時間 加上環評委員的成員 根本沒有環境輻射安全的專業 一座可能讓臺灣提早面臨重大核子事故的乾式主存廠 竟然就在臺電敷衍了事 環評委員專業不足下 即將在8月放置最危險的高階核廢料 立委不解既然如此安全 為什麼一定要放在核一廠內 我們現在要把這些高階核廢料 從冷卻石拿出來放在乾式儲存 我質詢過財政公司 我說這個桶子可以撐多久 他說十五十年 也算合格 不像我剛加上水 四五十年 四五十年之後 如果我們還是找不到 可以安全存放一百萬年的 我們的高階核廢料最終處置產子 那麼我們現在放在千蘭和英街的 很容易盲著核山 三個地方的高階日干式主存廠 他們已經快要壞掉了 到底有什麼辦法 你是要像俄羅斯娃娃一樣 一直把他套上 問題是他的底部腐朽 你要怎麼套 還是說好 你要把他調到別的地方去 問題是他那個時候口子 一調起來是什麼樣子 萬要在半公中解體呢 那如果按照 陳希南董事長算過的那個重量 根本沒有任何運輸工具 可以把這些桶子運走 裡面放五十六數 加上水銀桶 那個有任何運輸工具可以運走嗎 所以我們乾脆就 為什麼不乾脆就跟我們人意承認 但是這個地方不可能離開了 跨跨就是在客戶家 不然的話就是欺騙人了嘛 那你不要怪我 我們在地的鄉親這麼濕透嘛 民國一百四十四年 我們人在哪裡 但是這些桶子都快壞掉了 然後又放在場區裡面 敗法是什麼 難不得要把他們再打開 回到放回去冷卻死嗎 你的高階河廢要竟然放在外面 風吹雨打日善雨淋 哪會放在總統府前面的廣場 就像陳森的歌講的一樣 如果他那麼安全 不然就不要放在我們這裡 你乾脆就不需要冷卻死 不要放在海邊 不需要放海邊 就放在總統府 那個地方可以說是整個臺北市 人口密集度最低的地方 總統府前面廣場 下面挖空了 也不用修機會遊行法 因為不會有人想在上面照 再超過30秒 不需要 多美好 最妙壞人也不相信啊 核工專家賀立為從專業的角度提出 幹事主權會為台灣帶來的危機 台電委託核員所設計 再下包給廠商 自己製作鋼筒和護箱 是拿國人的身家性命當試驗品 今天從頭到尾都在說 這是圓能會設計 這是核能所設計 核能所設計 圓能會由台電來驗收圓能會的工程 驗收完了以後 圓能會在方執照的台電 這什麼世界啊 然後我看了一大堆 核能所用外包給國外的廠商 整個是黑箱作業 中間有多少問題 還有監察院就針對這些事情提出糾正 今天幾個禮拜 我跟著陳董事長 親自到監察院提出檢舉 監察院已經受了 因為監察院有規定 糾正不平的話 沒有改善的話 抗抗 抗抗誰 抗抗台電董事長 我跟原來會主委 算是糾正三個單位 第一個糾正是經濟部 第二個是糾正原來會 第三個糾正台電 三個單位同時沒糾正 這個我們可以上網看到 在糾正我們幾個清清楚楚 可是呢 原來會跟台電支持部 繼續進行 八月還要沒有測試 這個問題根本我覺得 這種官評會 十七、十八、十一百是沒有意義 因為你承包單位就是 就是裁判 人家說裁判一間球員 一間客系 裁判會打球嗎 裁判是賣東西去承包球員的工程 是賣東西給台電 原來會怎麼可以這樣 這句話我在馬英九見前 我就舉出來 馬英九說 台電會給我罰 他今天沒有罰 好這件案子我們追到 追到最後一分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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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追下去 新北市河安監督委員 陳錫南質疑 台灣自己設計的幹事主存 沒有經過任何的測試和驗證數據 只以實驗手法 就要進行高階核廢料的真實操作 令人無法接受 專業不足能力不足 誠信不足的建造行動 要求停止這種荒腔走板的幹事主存作業 這麼多危險的動作 你怎麼處理 在大氣中你怎麼處理 你們做事要憑良心啊 這是台灣第一次做幹事主存的過程 找沒有經驗 不能找沒有經驗 沒有能力處理的技術 的核能源熱手 就可以處理了 他們無法 無法 無法面對所有的意外的產生 美國幹事主存發生 多少意外你們知道嗎 台電急於在今年8月 就抽取核一廠的用過核子燃料 準備讓已經爆滿的冷卻池 可以再運轉發電 核後端基金被台電挪用 沒有充足經費 蓋了土製的中期主存廠 這種急救章的作為 讓專家大罵 台電把台灣人的生命當實驗品 核一廠幹事主存 環評荒腔走板 發包幹事主存工程 這麼大一件事 卻是由負責監督台灣核能安全的 全責單位原能會底下核研所 來承包台電工程 環評委員會說 這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 怎麼可以讓監督台電的單位 拿台電的錢為台電做事 新北市河安監督委員陳錫南認為 近期又有新的斷層調查報告出爐 在時空背景因素完全不同的情況下 實在不應該草率做出結論 環評委員會更不可以淪為台電和原能會背書的機制 新北市河安監督委員會 將提出嚴正抗議 要求重新評估幹事主存的各種環境風險 No-No TV 非核即時影音 核研廠幹事主存的環境影響評估開了17次會議 委員們一再要求台電要補足資料 但是連發包幹事主存工程這麼大一件事 到了第二屆委員即將要卸任了 台電人員才坦承 是發包給核研所所做的 環評委員說這根本就是求援兼裁判 怎麼可以讓監督台電的單位 拿台電的錢為台電做事 在美國高階核能費料的處理幹事主存廠 有非常多的公司在承包 那我一直很懷疑為什麼原子能委員會 只有跟一家來簽約 那也許是因為那家可以幫忙取得執照或什麼的 但是之後的執行單位竟然是原子能委員會 下面的核能研究所 這樣怎麼去監督 你一個監督的單位還要去做執行的工作 這整個設計就是固 就是讓整個制度非常混亂 然後沒有辦法監督 然後又有一些 我覺得這整個都是一個 讓人非常錯愕的一個政策 在做幹事主存廠的非常多的公司 為什麼你們只找一家 告訴我為什麼 這個案子 我們過去也是公開招標 那當然這在國內是第一次 那我們過去招標也是國際標 但是四次 都到最後都招標沒有成功了 那因為這個計畫的這個時程 就越來越緊迫 後來我們就是原理政府才過 因為這是國內第一次 那我們就是因為會過去對於幹事主存 這一部分的一些研究 另外像是先後進行了兩年的健康安全風險評估 台電也推託其詞 說是檔案太大沒有上網 也沒有拿來給環境影響評估委員看過 讓整個環評會議 如同跑資料大會 我們要一個健康風險的那個資料 要了兩年 我覺得這是可以所知啊 那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原會 或者相關單位 現在就準備我們筆記型電腦 如果要上網的話 上網這麼快可以找到 現在應該可以找到 真的我們委員在發揮的時候 趕快把資料調出來 等下又可以在現場做報告了 好一下 謝謝 小店現在是不是有限制 因為剛剛聽你們講 好像覺得這個事情都完了 所以就放在網路上 用影片拿到現場去幫我們討論 我再申請一下 這個東西我們去年有報告委員會 而且10月18號在舉行資商會議的時候 我想幾個委員也都在場 我們也都做過幾個報告 那這兩份報告我們有承包園能會 可是園能會 並沒有把它hold在網頁上 更誇張的是 負責監督的全責單位園能會 由合約所來承包了 台電的幹事主存工程 不僅一再說台電的好話 還當場褒揚台電做了很多事 讓列席的當地居民聽不下去 那只是說 在這裡想要特別的建議台電公司 其實應該在這些問題上 因為事實上台電公司做很多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得不到 為什麼得不到委員的一個 一個支撞 怎麼說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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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 這個問題可以肩財源去檢視 可以肩財源去檢視 你主定了 你母子 將輸出拆來家會打 這樣 如果 對 你先說 輪胎這波 我想等一下我們到現場 你母子跟你們那輸出 都千千人我們這麼大 那另外那個 這個...洋...洋...洋宇有關心的就是說 像河國這北洋建的勢力 都說不明,都說不明是西洋切硝 西洋建設的 西洋建設的就跟我們說,四十分以後了 那我們這個洋建的勢力 就是說洋建的勢力是金屬、金屬 那你們是環瓶就對了 我跟環瓶來這裡的環瓶 要跟他環瓶來這裡 蘇貝斯瓶喔,這說不說的 蘇貝斯瓶給我,我都跟他拍照 但是我跟他好好的來講,你也別這樣 你也怕我做 我宅財環瓶,環瓶不斷 也不理好,還要我跟他一起做 和一場甘事主權環瓶會議 最令人匪夷所思之處 是代表環瓶署的監督總隊 副總隊長楊素娥做的結論 是要台電再補足資料 並說環瓶不論及核安 讓在場專業人士傻眼 環瓶怎麼能不談環境輻射安全 我們今天的會議結論到底是什麼 你剛剛說二十四頁 二十四頁裡面原本會 九十七年十月三日 然後通過病理會合 一起套養 涵發和核發等設施建造 執照 三角斷層 我收聽一下這個時空公會議 我給你收聽一下 在環瓶解除裡面 到選那一年年底 中央調查所 中央計劇調查所 在網站上公佈 三角斷層 國共完成 各種合一和二種 中間穿過 報告 這個部分 不是環瓶監督要去決定的事情 我們的根據就是說 只要他有向原能會報 就符合環瓶監督 那原能會求於欣賺 兼海監督自己發的施照 自己 自己接受 也就是說 自己跟台電拿來錢 然後自己發的施照 我們都不管 正常這樣的環瓶破了就算了 我們吐傻所 就是這樣在吐傻的 也不是 就是說 他有做到這個程序 就符合環瓶 那原能會不管三角斷層 欸 那個中 那個 中央地市調查所 一邊公布 三角斷層 不動就讓他一邊也施照 台電比較衷生性考慮 所以我跟 這樣我們通常總隊這樣都OK 都沒問題 我不怪當時的環瓶益 因為那時候還不斷環瓶 通過的時候不知道 有算小斷層 不斷層 現在不只是40公里 現在變114公里 而且搞不好110公里還要長 沒有任何人去care這個事情 原能會排電我們環瓶組 通常總隊 雲風不夠 把他當成每個回事 然後繼續做下去 這就是我們的核安 隊員荒腔走板的 合一場幹事主存環瓶過程 新北市核安監督委員 陳襲南認為 在時空背景因素完全不同 又有新的斷層調查結果出爐 實在不應該草率做出結論 環瓶委員會更不可以落為 成為台電和原能會背書的機制 新北市核安監督委員會 將提出嚴正抗議 要求重新評估幹事主存的各種環境風險 臺電和一場幹事主存計劃 宣導動畫影片 在台灣新北市石門區 駐立三十多年的第一核能發電廠 用過核燃料的主存 即將以全新的方式展開 核能反應爐是用用燃料丸 組裝成燃料樹來發電 燃料樹發電過後 會到五樓用過核燃料池中存放 而目前存放空間已接近寶盒 所以要讓燃料碗小幼 裝載有層層防護的幹事主存系統 搬運到戶外安置 近來有一些剛用過的燃料樹 要搬運到燃料池 住在這裡已有二十多年的小幼 應該要搬出去 挪出空間了 嗯 好 但是我身上還有一些輻射線 出去旅行的話 一定需要安全的防護 找誰來保護我好呢 我是蜜蜂鋼筒 堅固不鏽鋼製成 我度量很大 可以裝滿五十六度燃料樹 我將幻凝土布箱 用鋼板和鋼筋幻凝土做成的 我非常強壯 能阻擋小幼散發出來的輻射 減少對外界的影響哦 我是外加皮皮 五道快水一組合而成 我也能阻擋輻射 確保安全 我們讓小幼散發出來輻射量 對民眾的影響 以為我國法規規定制等三之一而已哦 我們會在專業人員指揮操作下 保護小幼 完成幹除旅程 GO 第一階段燃料裝載作業 我在助手傳送複箱的肚子裡 要一起下去到用過燃料池中 接小幼跟他的朋友們 裝載過程約三十多個小時 裝載完成後 為了保護工作人員 要先加上我七寸厚的屏地上蓋 把屋吊上去吧 五樓防震架能確保工作時 發生地震也不會影響安全 安裝五樓工作平台 讓操作人員能到上方施工 操作人員安裝自動焊接機後 全部自動化封焊屏蔽上蓋 接下來把我肚子裡的水抽乾 然後灌進駭器 讓我維持在沒有氧氣的穩定狀態 天車調來我的結構上蓋 讓焊接機把它焊完後 我的工作就大功告成了 別急 還要安裝白色起吊環和二樓防震架 待會才能安全又順利的作業 我先裝上銜接器 等會才能讓蜜蜂鋼筒順利裝進我的肚子裡 打開五樓防震架 開始吊運作業 啟動二樓防震架 天車更換遙控脫鉤吊具 扣住蜜蜂鋼筒起吊環 使用銜接器油壓系統 將傳送護箱頂部的平壁門往兩側拉開 然後慢慢輕放到我的肚子裡 要小心哦 將蜜蜂鋼筒放進灌凝土護箱內之後 將白色起吊環換回T型吊鉤後 勾住傳送護箱 收起二樓防震架 分別將傳送護箱與銜接器放回五樓 接著拆下蜜蜂鋼筒起吊環 蓋上灌凝土護箱上蓋 第一階段工作完成 出發囉 目的地是干事主存償 前進 第二階段廠區內運送作業 途中會進行交通管制 禁止不必要的人車通行 確保運送過程安全 多軸油壓板車 會以大約每小時四百多公尺的速度 安全地在合一廠區內行駛 旅程全長約1.6公里 需要大約四個多小時 干事主存場 在小溪與山丘旁邊 我們平穩到達了 先用千斤頂把我們撐起來 然後放進四個懸浮氣墊 就像坐氣墊船 用空氣浮力和浮摩擦阻力 才好運送喔 接著堆高機要搬運我們到固定的位置上 奇怪我怎麼沒看到 比我更大更壯的外加屏蔽呢 第三階段的廠區內 主存作業要由它來負責耶 我來了 我是五大鋼筋水泥塊組合而成 我不怕風吹 雨淋 暈曬 保護小溪的第三關就交給我 我們組合之後 有很好的結構強度與屏蔽功能 使環境的不設計量低於法定數值 並且提供良好的散熱冷卻 用熱空氣上升原理由下方孔進氣 上方孔排氣 採Z字型空氣的設計 能讓小溪的溫度低於限值 確保安全無餘 全世界越來越多的核能電廠 都在廠區內新建用過核子燃料 中期乾式儲存設施 台灣由台電公司核能研究所 與國外技術合作 第一次使用這種方式 紓解用過燃料池的存放空間 讓核能發電廠能繼續運染 提供乾淨便宜的電力 供全台灣人民使用 預計小溪將在儒存廠存放40年 台電核一廠乾式儒存互箱 數量有30組 可存放共1680數用過核燃料磅 預計民國102年8月啟用 每組乾式儒存槽的設施有四部分 其中用過核燃料磅約17噸 密封鋼鋼筒重約17噸 混凝土互箱重約113噸 外加屏蔽重約81噸 總重量將達到228噸 如此龐大且笨重的設施 無論是國內搬運或送至境外再處理 幾乎都是不可能的任務 紀錄片《和你到永遠》 Into Eternity 關於芬蘭 安克羅核廢料最終處置計劃 內容部分解錄 《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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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can't make nuclear waste go away you can't make nuclear waste harmless so several ways how to get rid of the waste were explored I am now in this place where you should never come we call it Onkelo Onkelo means hiding place In my time it is still unfinished though work began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I was just a child Work would be completed in the 22nd century long after my death Onkelo must last 100,000 years Nothing built by man has lasted even a tenth of that time span but we consider ourselves a very potent civilization If we succeed Onkelo will most likely be the longest lasting remains of our civilization If you sometime find to the future find this What would it tell you about us How much waste exists in the world today? Totally I'm not quite aware Where I would say I would say between 200,000 and 300,000 tons Somewhere between these two If this waste spills out into nature It'll cause death and destruction Large areas will become uninhabitable for a long long time Did that happen? Are there forbidden zones with no life in your time? A hundred years ago Just three human generations ago When radiation was first discovered We didn't understand that it was very dangerous But we noticed that it can be useful And we started to work with it Radiation is a sort of energy Which can penetrate deep into your body And harm your health But it is an invisible danger We have no sense for it You cannot see it, feel it or smell it And still it may even kill you The reason why it's kept in water pools Is that water creates a shield for radiation Keeping the waste in tanks This is probably possible for the next ten years Twenty years, hundred years Thousand years You just can't guarantee Stable conditions above ground For instance For, well For, for one hundred years Let alone thousands of years But We can't keep this waste forever In the water pools We have to find a permanent solution Or a more safer solution In the long run What we must do Is to take care of the waste From the nuclear power plants I think that more and more societies In countries who are using nuclear power Are realizing that they also have to do something We obtain the energy We have used the energy Of course, it's our mission To also take care of the waste There is no way of doing nothing 由於美國法院判決 核廢料存放 需保證一百萬年的安全 導致高階核廢料 又回到無解的困境 因此2010年 美國撤銷 尤卡山核廢 計劃執照 並認賠美金一百五十億 而芬蘭的安克羅 主存廠 只保存十萬年 但花費無法估算 預計花200年才完工 等於把問題 留給後代 台灣台電 目前僅進行 用過燃料棒的 中期乾式主存計劃 但問題重重 形體採圓形不鏽鋼筒 非鋸齒形不利散熱 不含千辛材質 GAMMA射線可穿透 導致鋼筒脆化 混凝土互相及外組體 非清脂水泥 無法減阻輻射外卸 體積龐大 搬遷與外運困難 主存廠周邊 用肺輪胎做防護 進出氣孔容易遭異物阻塞 或成蛇鼠溫床 露天高密度定制 空間狹小 維護困難 不向德國瑞士 採室內恒溫小型 主存廠安置 外有微組體防護 負壓 若發生狀況 還可用機械手臂維修 國際電學權威 陳摩欽教授強調 核廢料無解 處置成本無法估算 影片內容截錄 最初是根本不懂 最初是全世界不懂的人也很多 所以最初我認為就是一個錯誤 當然最初美國這種帝國主義的國家 想用這個辦法來控制全世界 但是他們講了時候 美國的電力公司 並不同意 因為美國電力公司講 我 你廢料 沒有辦法處置 我的廢場 沒有辦法處置 我怎麼能建設 後來美國政府又高 也許是受了這種大公司的影響 因為他們競選都是靠這些公司出去 所以 美國政府講 他非要 非常 我來承擔 美國電力公司財單利 而美國電力公司那個時候 你政府叫我住 再花多的錢 我是Cost Plus 對外面也講 這個成本 我就在店家裡面反映 很多人飯店 在開店 非常簡單 開始 因為情況不明 因為受委會影響 才有了 和一盒 和三場 這種錯誤的決定 這三個場 給我們台灣帶來了 沒有任何貢獻 僅僅留下 永遠無法解決的災害 難道 你到今天 對這件事情 還不了解 還要說 核電 反核電 反核電 是老不信情緒的關係 認為你們非理性的 非理性 這樣子的人 你怎麼領到這個國家 連接為你最大的政治口號 台灣 台電算假賬 是不是連接 台電算假賬 算世界上最大的假賬 如果一個電廠 固定成本最高 燃料成本也是最高 它怎麼可以發出來的電 比人家便宜呢 唯一的辦法 我做了很多場 讓其他人場不發電 那成本一定最高嘛 嗯 這種算贈的辦法 絕對不是這個時代裡 這是中華經濟研究院 台經院 陳天吹牛吹 他們這些人 為什麼 永遠站在哪種動畫旁邊 這是我們非常嚴重的問題 並且這是一個道德的問題 這個是良性的問題 這個是良性的問題 這個不是藍綠的問題 是不是郭敏堂 或者馬英九先生 故意要把這個變成藍綠的問題 馬英九先生口口聲聲說 綠的反核 是 反過來他應該想一想 是不是你在製造藍綠問題 把它變成藍綠 這個不是藍綠問題 我也不是藍綠人 這是一個真理的問題 嗯 我們需要 我們需要 讓所有老婆信 更加想到這個事情 這個 這個公投 是一個羞恥的事情 你到現在還不知道 還能力危險嗎 可是上還是一個 大家情緒的問題 錯了天 台灣現有核能後端營運基金 被台電無擔保挪戒 至101年7月底址 累計净值2209.04億元 待遇台電公司2030.71億元 比例高達92% 原能會核能研究所 於98至100年間 執行台電公司及核能後端營運基金管理會 委託研究計畫共44件 總計8.19億元 低放射性廢棄物資最終處置 氣味完成 與斯洛維尼亞 瑞士 同業全球31個國家 運轉462部機組中 氣味完成選址作業之三個國家之一 現有三座核電廠 藉滿廚藝無解 用過燃料棒 將超過2萬數 所謂乾式中期儲存 因最終處置廠紙難尋 反成最終氣製廠 鋼筒壽命不到百年 一旦發生損毀 無法在露天大氣中 執行減整與換裝 即使找到最終主存廠 仍因主具體積龐大 重量超載 無法搬運 海陸運途徑皆安全看律 NHK無解用過燃料棒追蹤報道 內容部分揭露 EUヨーロッパ連合の研究施設 厚さ1メートルのガラスの向こう側 原子炉から取り出した使用済み核燃料です この中にプルトニウムなど極めて強い放射能を持つ物質が含まれています ガラスの中に入ったら放射線量は数シーベルトというレベルですから 被爆すれば健康に深刻な影響が出て死に至るでしょう 原発を稼働すれば必ず出てくる使用済み核燃料 核のゴミをどのように最終処分するのか 国の計画では地下300メートルより深くに埋め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ます 地上に影響が及ばないようにするためです 使用済み核燃料を再処理すると出る排液 わずかな時間で死に至るほどの極めて強い放射線を放ちます この排液をガラスと混ぜて固めたものがいわゆる核のゴミ 放射能が問題ないとされるレベルに下がるまで数万年かかります 国が想定する最終処分場です 核のゴミは張り巡らせたトンネルの下に埋めます 広さはおよそ10平方キロメートル 2020年頃までに出る4万本を埋める計画です この施設の目的はあくまで研究で核のゴミを持ち込む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地下水の流れや岩盤の強さを調べていますが 数万年後の状況を正確に予測するのは困難です スイスが取っているのが乾式貯蔵という方法です プールで冷やした使用済み核燃料を鉄の容器に移し替え保管しているのです 完全に密封されているためプールに置き続けるよりも安全性が高いとされています この施設は停電しても大きな危険はありません 容器が放射線を遮蔽しているので電力は必要ないのです スイス政府はこの施設で40年保管し最終処分場ができるまでの間しのぐ考えです 原発事故から間もなく2年になります 政府は安全性が確認された原発については運転を再開を認める方針です しかしそれだけでいいのでしょうか 原発を動かすことは新たな使用済み核燃料を生み核のゴミを増やすことを意味します 原発の安全はもちろん大切ですが 核のゴミ問題の解決に道筋をつけること その両方が揃って初めて運転再開の議論ができるのだと思います もはや核のゴミ問題の解決から目を背けることは許されないのです 先不管立場了 你听過核廢料吗 台湾公民媒体文化協会出品 冯賢賢監製 苏志宗導演 凌晨 編劇 及旁白 ハロ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平常比較少聽到的議題 什麼議題也就是所謂的核能 的燃料棒 呵呵 好啦好啦 燃料棒的問題我們平常比較少在電視上看到 不曉得是因為它有一點點複雜 還是因為不能說說了要進猪龍 嗯? 總而言之為了讓大家更了解台灣核能的真實情況 我們就來聊聊燃料棒不能說的秘密吧 那在進入重點之前 我們就先從最基本的地方開始介紹吧 這我得讓你心甘情願才行 首先核電廠會有核子反應爐 這個反應爐等於核電廠的心臟 只要這個心臟開始運轉 我們就有電可以用 嗯...暫停一下 這樣講可能大家比較沒有辦法想像 我們就來捏個黏土好了 核子反應爐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它是由20公分厚的鋼板所組成 第二層叫做一次圍珠體 是大約兩公尺厚的鋼筋混泥土 最後面這一層叫做二次圍珠體 它們的功用是用來保護反應爐 還有防止輻射擴散 來來來來 我們來把核電廠轉過來切西瓜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們再插入這幾根棍子就可以用來發電了 欸等一下...這幾根棍子又是什麼東西? 嗯嗯...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也是插在反應爐裡面的燃料棒 燃料棒的原料叫做U235 我們把好多個又集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比橡皮差還小的原料 就可以讓一個小家庭用電一整年喔 厲害厲害 接著我們把一堆U235 裝到用告合金製成的護套裡 就變成了燃料棒 再把好幾根燃料棒合在一起 變成一個燃料樹 這樣我們就可以利用它來發電了 怎麼發電呢? 首先反應爐裡面有一個叫做中止的東西 中止油濃 它會負責在反應爐裡面衝撞U235 當一個中止衝到一個U 就原子核就會被撞成兩半 所以叫做核分裂 同時也會產生新的中止 也就出現了兩到三個中止 以兩個來說 一個中止撞了變兩個 兩個撞了變四個 就這麼撞個十次八次 我們就有千千萬萬個中止了 這也就是所謂的連鎖反應 當一個U被撞一次 就會有一點熱 那很多個U被撞很多次呢? 那當然就會很熱啊! 你要大聲什麼啦! 簡單來說 核電廠就是利用這個熱來燒開水 水滾了就會有水蒸氣 一個叫做渦輪發電機的東西 然後就會變成我們每天在用的電了 嗯? 那如果今天中止不是控制 我們要怎麼辦才好呢? 這時候就會有個用棚鎖做成的控制棒 嗯哼 控制棒進入反應爐裡面 以後就開始吸收中止 那反應爐裡面的衝撞就會被控制住了 核能的運作過程大概就是長這個樣 是不是好吃新奇又好玩呢? 說到這邊 如果大家還不太懂的話 也莫寂莫慌莫害怕 就...再回去看一次就懂了 嘿嘿 好的 簡單的介紹過核電廠以後呢 我們終於可以進入我們的重點了 也就是燃料棒不能說的秘密 雖然我不是很想嚇你們 但在講重點之前 還是多多少少先嚇一下嚇好了 第一 如果大家聽到核廢料三個字 大概會有80%的人 會馬上聯想到美麗的蘭嶼吧 不錯不錯 蘭嶼的確有堆放核廢料沒錯 但所謂見山不是山 見山又是山 青州已過萬重山 核廢料也不只是核廢料而已這麼簡單 它還分成高階核廢料 and低階核廢料 我們熟知的蘭嶼核廢料 屬於低階核廢料 也就是在核能運作過程中 沾到一些些服飾的衣服 褲子跟工具等等而已 而天然災的台灣子民 還真的是 略懂略懂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真正恐怖的高階核廢料 其實就在你我的身邊 這也是 有一些些人 一直不敢說清楚的事實 怕了吧 第二 我們先把畫面帶到日本 想到日本大家會想到什麼呢 嗯對哦 當然是日本310全球為之恐慌的災難啊 我想大家沒看過機也持過機走路 沒聽過初號機也聽過福島123號機 我們來回想一下 9期地震引起海嘯 海嘯時正在運作的福島123號機發生輕爆 乍翻了圍主體還使輻射大量外洩 如果你覺得這個故事說到這邊 是以悲劇收場這麼簡單 那你就大錯特錯了 嗯 因為這個故事其實是悲劇中的悲劇 中的悲劇 的悲劇 事實上 當初沒有在發電 也就是反應爐中沒有燃料棒的福島4號機 竟然也跟著發生輕爆了 一一根正 反應爐裡面竟然沒有燃料棒 就代表輕爆不是因為反應爐失控而發生的 也就是福島4號機發生輕爆的凶手另有其人 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等一下就告訴你 哼哼 怕了吧 因此 接下來將會替大家介紹 使用過後的廢燃料棒 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怪物 咳咳 先休息10秒讓大家思考一下 1 2 3 10 如同前面所說 我們必須利用燃料棒來幫助發電 當燃料棒用完以後 我們會把它拿出來放在哪裡呢 你可能會想 阿不就放在蘭嶼那個黃黃的桶子裡嗎 剛剛前面說過 蘭嶼那個黃黃的桶子裡放的是低階核廢料 也就是衣服褲子之流 而這個用完的廢燃料棒 其實就是可怕的高階核廢料 高階核廢料就算是不能用了 還會不停的發熱 這種熱我們稱之為衰變熱 因此我們必須把用完的廢燃料棒 放到冷卻池裡面冷卻一下 那我們需要冷卻多久呢 1天 1個星期 還是1個月 答案是 5年 至少5年以後 我們才能做進一步的處理 那我們是不是只要乖乖的 把廢燃料棒放在冷卻池裡面 就可以確保核電安全了呢 嗯 為什麼廢燃料棒放在冷卻池裡面 還是不安全 讓我來稍稍解釋給你聽 again 當日本遇到海嘯之後 很多供電系統都發生斷電的問題 停電以後冷卻池就不再循環 廢燃料棒的衰變熱 就讓水越變越熱 水一熱就會變成水蒸氣 等到水都燒乾了之後 整根燃料棒都暴露在空氣中 又因為溫度實在是太高了 導致高核金製成的護套就會被溶毀 而高最壞的地方就是 它在高溫的時候 會跟水蒸氣產生反應 還因此產生了氫氣 當溫度夠高 氫又碰到氧的時候 BOOM的一聲輕爆以後 不適合物就會飛得滿天滿地了 總而言之 輔導4號機會發生輕爆 就是因為冷卻池失效 燃料棒太熱 水燒乾 BOOM 就這麼簡單 明白嗎 最後不免梳力 我們當然還是要來個爆料大會 台灣究竟有什麼不能說的秘密呢 先想像一下 如果今天垃圾桶滿了 你覺得剛好要丟垃圾 這時候你會怎麼做呢 沒錯了就是把垃圾桶塞緊一點 然後再把垃圾丟進去 這就是我們台灣目前所遇到的問題 蛤?台灣目前遇到垃圾太多的問題嗎? 這個傻瓜 這叫比喻 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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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垃圾就是比喻高階核廢料 因為在台灣 這些高階核廢料實在是找不到地方處理 所以只好把它一直堆在 核一核二核三廠的冷卻池裡面 當冷卻池滿了 只要把它再擠一擠 幾十年下來 已經累積超過一萬六千素了 而張杜設計的容量是只能放九千五百多素 多了將近一倍 導致台灣存量的密度是詮釋最高的 果然世界No.1 而這些燃料棒估計相當於 23萬顆廣島原子彈 兩顆原子彈就可以讓日本投上 但是23萬顆 是要讓我們投了又投投了又投的嗎? 保安! 我想脾氣啪啦的說到這邊 相信大家對於了解我們親愛的台灣 又更上一層樓了 這個議題已經不只是政治問題 也不只是環境的問題 更是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 雖然很多事情在台灣 是無法進行理性討論的 呵呵 但我們也不應該讓它淪為 各說各話你死我活對吧? 冤冤相報何時留啊? 曾經有一個老師這麼告訴我 解決問題或許不難 這難就難在 問題到底在哪裡? 現在 我們是不是可以慢慢找到台灣的問題了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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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上网点阅,并可上网免费注册,订阅宜兰人文电子报,定时提供有关非核家园报道。